大家好,今天小白带大家开开雅 去逛一逛西安城南的小乡港 号称有十万大学生的何家营国际 下边这条河就是玉河 前边高坡上一座座小洋楼就是何家营的地盘了 何家营在西安长安区围曲街道 围曲的这个曲是源于唐朝 唐代长安城城里的街道整齐四棱八正 城为方一共108方 城外的街道湾区狭窄叫曲 西安的历史上共有五个曲 围曲、杜曲、王曲、张曲和宣曲 这个宣曲现在已经没有了 其他四个曲还在 何家阳村的第一大姓是何姓 据说是唐代千牛魏何昌七的后代 唐末安史之乱 何昌七讨伐叛军 部队就驻扎在玉河南岸 人称何将军营 后来叫着叫着就叫声何家营了 现在的天还早 咱们晚上再进村 晚上的何家营更魅惑 更都市 先去村边的古乐广场转一转 这里就是古乐广场 西安古乐又叫长安古乐 是唐朝的宫廷音乐 唐末战乱 随宫廷乐师流落到了民间 一直流传至今 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黑了 放学了 学生们来这里逛街了 何家营 被西京学院 陕西学前师范 培华学院 西安猜经等 好几所大学包围 号称有十万大学生 可谓是万千宠爱 在一身呢 东门商业广场 对面就是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的东门 这个学生啊 进进出出的 跟赶集一样 人是真多 这附近只有这么一个村子 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 所以说学生们来这里 基本上都是消费的 没有瞎逛的 这个村子是在西安的南郊 除了几所大学也没别的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宾馆呢 到处都是宾馆酒店 我觉得比饭店都多 这学生们都是有宿舍的呀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酒店 想不明白 想不懂啊 真像赶集一样 人挤人 前边是一个超市 这学生们是成群 成群结队的往外走 小伙伴们都开眼了 没有 今天就到这了 下回再见 小伙伴们是一个小伙伴们是一个小伙伴们的